哈喽大家好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在北京跟各位聊聊 我们这附近有什么有趣的车子 我们现在呢是早上的大概八点左右 是上班时间所以人潮车潮都相当的多 那我们这边有什么有趣的车子呢 我们就赶快透过我们今天影片来带各位看一下 好的那我们首先呢必须要先穿过马路 先我们来过个马路 好这边正好是有这个运超车在押运 好我们现在马路独秒还有2725秒 应该跟我们过去 那各位要了解在中国大陆这边呢 这个红灯是可以右转的 所以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 因为有一些红灯右转的车辆呢会穿过来 而且他们不太让行人 我坦白讲不太让行人 就是我们这边对于这边的生态呢不是很清楚 所以大家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好的我们顺利通过了马路 好那很多人会问说中国大陆这几年 推所谓的新能源汽车 是不是能见度很高呢 我觉得其实还好哪怕是市中心 那个新能源汽车大概能见度也只有个四分之一而已 不会太多 像我们现在路边看到这些车子都是蓝牌 蓝牌就是一般的汽油车 你如果所谓的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插电混合的车子 那个牌照是绿色的 绿色的牌子很明显 你现在眼睛上看到全部都是蓝牌 绿牌的基本上目前没有看到 所以绿牌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那当地的车友也讲了 其实绿牌的实用性没有很大 尤其充电 像我们这里间也弄了一台电动车 的确有点里程的焦虑了 不过这边充电算是很方便 好 那我们紧接来赶快看一下 我们这一附近呢 有什么有趣的车子 首先看到的这个是BMW的 这个应该是G20 还是G3 G20的三系列 那这是大陆特有的 这是长轴的版本 你可以看到它的车门相当的长 没错 这是一台320LI 这个三系列应该是到这一代 上一代就开始有加长 190还没有加长的 然后紧接着这个应该是CT4吧 这个比较新的车子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概念 这应该是CT4 凯拉克 这个是国产的 这个有没有加长版 因为我知道它上一代所谓的ATS 有加长版的 ATSL 这台我看一下 它后面写的是CT4 28T 那应该是没有加长的版本 这个不算是大陆特有种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它的车牌 我们这边是北京 它挂的是GB GB的车牌是唐山 河北 河北叫做G 是唐山的车牌 然后呢 紧接着这台ACCORD的7代 大家会觉得说7代ACCORD有什么好拍的 我跟各位讲 在大陆的路上 基本上你看到都是10年内的车子 所以呢 你要看到这种超过10年车子 除了像我们后面这台货车 而不是很容易 这个尤其在北京上 这台是金牌 金HF 这个应该是原牌到现在 这个车子保有到现在不容易 因为北京这边这几年实施的这个车牌的管制制度相当的严苛啊 就是说呢 你要有车牌才能买车之外 然后你还一个人名下只能有一台车 所以像这种一手车开到这个时候呢 相当不简单 在这边算是很少见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这边的车子呢 路上的车龄大概10年以内而已啊 好接着呢 我们看到前面有两台很有意思的车子 这车牌都是外地的 一个是琼堤 琼是哪里呢 琼是海南岛 就是从海南岛开过来 琼堤是哪个城市 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们刚才只知道三亚啦 这个海口啦 那琼堤应该不是三亚或是海口 然后这台车是吉利的好像是柏越吧 就是它的平台是Volvo的XC 那当初在大陆口碑也相当的不错 因为它吸收了Volvo的技术 那旁边这边还有一台萌追 萌追是内蒙的某一个城市 原则上就是按照ABCD来排这个城市的大小 原则上是这样子排 那萌追当然就是一个小城市 那这台东风标志206是大陆特有种 你看它的尾灯 是大陆自己改的 甚至它后来还 这个大陆话叫做魔改 魔改出所谓的207 对不起 这台应该是207 这台不是206 但是这是大陆特有种的207 甚至它还演唱出东风雪铁龙的版本 叫做东风雪铁龙C2 所以这个造型是大陆自己去改的 这个是大陆特有种 然后呢 我们前面这边看到这个AVANCY 这个在这边应该叫做灌道 这个是属于 我看一下 属于广汽本田的灌道 那广本在此前有一台叫做 哥斯图 Grosstier 这个哥斯图 就是海外版本的Crosstier 然后灌道这个车子 应该是大陆特有种 就是它是做一个全尺码的 不算全尺码 CRV的Coupe 你把它当做CRV Sportback 这是大陆特有种 所以这个我们来中国大陆 主要看的就是这些大陆特有的东西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边有一台Suzuki Vitara 各位说Vitara什么了不起 这个是长安陵墓在大陆最后一款作品 其实长安陵墓 我们影片拍摄现在是2024年 长安陵墓到这个时候 已经退出市场好几年了 我记得2018年我之前来北京的时候 长安陵墓就快美了 那所以Suzuki的车子 现在在这边要怎么保养呢 我也觉得很好奇 不过Suzuki不是完全退 苍和陵墓好像还在 但是好像已经变成苍和了 就是Suzuki这个品牌 因为毛利太低了 所以它退出了中国大陆的市场 好然后呢 我们紧接着再来看 后面这边还有个大陆特有种 这个是C-Class 而且是长轴版的 北京奔驰的W205的加长版 长轴版本 这个我在前几天有做过一次 真的后座蛮大的 后座长度跟E-Class一样 而且就是看它的C柱有一个标志 就是告诉你这是一个长轴的版本 据原厂的说法 多这个标志呢 会让你在视频上 不会觉得这台车这么的长 但是我觉得 这个车子本来就是应该要 让人觉得它很长 所以才会让人家觉得说 跟人家不一样 这是C-Class长轴的L 我看一下型号 这个型号是C200L 那应该是入门款 再上去呢 不是叫C250 是叫C260 为什么不叫C250 因为C250在大陆这边是骂人的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快车道上面是有在停车的 这是这边的一个特有的文化 就是快车道 如果你慢车道这边 没地方停的话 去停快车道 那当然你说算不算违规呢 应该算吧 然后呢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前面 前面这边呢 有一台这边算是蛮少见的车子 这是什么Kicks Kicks在台湾卖的不错 但是在日本 在中国大陆卖的很少 基本上这个车子算是卖卦了 那大陆卖的差的原因呢 除了第一个 它的产品的竞争力不够以外 第二个就是说 这种小型的SUV 其实在大陆这边 尤其在北京这种 车牌非常贵的 成本取得 成本高的前提之下呢 这个车子其实 就是吸引力不够 要买就要买比较打尺码的SUV 这个吸引力才会比较够 所以呢 这个车子 在这边真的是不多见 我在这几天呢 在北京看到的没几台 然后呢 接着我们继续看 我看一下有什么我会介绍的 前面这边 好来讲一下 这个 这边 这个是大陆的招牌的东西 叫做GL8 别克的GL8 GL8这个车子也是相当的有意思 GL8这个车子在美国呢 是一款很普通很不怎么样的 家庭的MPV 结果跑来这边挂上了别克 叫GL8之后呢 哇马上摇身一变 身价三级翻了 它是目前大陆商用MPV 应该还是卖最好的车型 而且这样一卖卖了20年 从大概2000年左右了 它开始上市到现在呢 都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车子 坦白讲我也真的不知道它特点在哪里 你说它高级吗 也还好 你说它省油吗 完全不会 一点也不 但是大家都认GL8 甚至它现在还推出了别克的世纪Sentry 也是用GL8的基础 下去做一个高级化的延伸 这个车子是长青素 目前还是 应该还是销量冠军 应该还是商务MPV的销量冠军 哪怕是现在 中文道路有很多 所谓的类Alpha的MPV 但是在商用市场 GL8还是不可撼动的一座大山 好的 那我们紧接着呢 我们就来过前面的这个马路 继续往前进来 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边还有什么有趣的车子 的确 这边很多车子是 我们在这个台湾看不到的 那我们呢 这几天也是在这边大开眼界 不过这边过马路真的 稍微留意一下 这边电瓶车啊 脚踏车也相当的多 而且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了 所以人潮算是比较蜂涌了啦 好这边是JTA跟GLB 那这个车子跟台湾卖的没有什么不同啊 我们就不跟大家多做介绍了 我们看一下路边 路边有一台J31 而且它的车牌是挂的贵M 贵是广西啊 那M应该也是个小城市 那J31在这边能见度非常低了 因为它年纪太大了 甚至像J32呢 其实在路上的能见度都不高 我这几天看到J31 可能就一只手算得完吧 这个数量相当的稀少 看一下哦 这是230JK 那值得跟大家一提的是 这边的型号的方式呢 跟日规是一样的 就所谓的JM、JK 像台湾的话呢 是什么EX、LX 这边的玩法不大一样 但是其他的规格都是一样的 像它的保感呢 也是跟台湾一样 就是台湾跟中国道路的保感 配备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型号是不大一样的 接着呢我们继续往前看 继续往前看 可以看到呢 这边有两台韩国车 三台 三台 目前在北纳亚算是很罕见 因为韩国车在这边呢 已经不大型了 右手边这个是SONATA 当时它的原厂标榜 它是所谓的第八代SONATA 但是我们看这个代数 好像不是第八代 好像不是 我不知道原厂怎么算 然后这边呢 这是东风月达奇亚的SHOW 当时叫SHOW 这个车子台湾也有卖过 但是卖的数量不多 那那个时候 刚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时候 SHOW这个车子 还算是蛮有人气的 因为它很有个性 只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嘛 这种小型的SUV呢 在大陆的市场 尤其在北京这边相当的有限 二三线城市 没有那种 这个挂牌限制的话 是还好啦 然后接着呢 这台是北京现代的IX35 这个在当年也卖得很好 现在也数量所剩无几 然后右手边我们这边出现了一台 这个叫新宝莱 就是BORA 那个第四代的JETA 的大陆特有种 因为它的车头车尾是大陆自己去改的 BORA在当年 一气大众国产的时候 这个销路也是非常好 因为当年呢 选择并不是很多 那么它就一直改新宝莱 改到现在没有最新一代的宝莱 我不是很确定 就是后来一气大众 像这次A5的时候呢 它叫做Sagita 叫做速腾 然后呢 跟宝莱一起 这个 应该叫做 两代并存 所以各位看到 它自己去改的车头跟车尾 甚至呢 后来还说了这个宝莱HSI 什么叫宝莱HSI呢 就是 两箱的宝莱 也就是Golf第四代 这个相当的有趣 包括像Vios 这个车子也曾经推出过Vios FS 就是Yaris 很好玩 好了 那我们直接看到 这边有一台Gimney 这边呢 Gimney也是原装进口的 所以价格比较贵 数量相当的少 那这边翻译叫做吉姆尼 甚至呢 到这一代 我们最新一代 这个台湾抢翻天的吉姆尼 在这边是平行输入的 这个数量也是不多 好 然后这边有一台稀有车 在这边算稀有车了 派利奥 这个玩意儿很有意思 这个车子呢 曾经在北韩生产过 然后呢 中国大陆 它是在南京菲亚特 所以南京菲亚特 比较后期的产品 它有四门的 四门好像叫西耶纳 五门的呢 叫做派利奥 那这个车子 它后来有个改款 叫做派朗 派朗算是南京菲亚特的 最后一款作品 那卖的也是相当的少 后来就没了 那菲亚特呢 直到前几年呢 才以这个 广汽飞客的名义回来 但是现在又挂掉了 广汽飞客卖过什么飞翔 至越 那在路上是相当的少见 那现在呢 你要在路上看到这种 南京菲亚特 也是非常难 那当然这台 它不是本地的车牌 它挂的是鲁V 那鲁V呢 一开始 我们会以为说 是不是什么 这个 这个小地方啊 山东什么小地方啊 不是 它是这个 应该 我记得是青岛或者是济南的增补啊 就是原本是鲁A 那鲁A鲁B 发完了就发鲁U鲁V 然后鲁W鲁X好像也是济南跟青岛的某个地方的增补的牌照 这个算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啊 好 那接着呢 我们继续前进啊 那我们路上有看到很多那个自主品牌 这个我真的是不大清楚这些细节 因为我们来这边呢 那初来乍到这几年自主品牌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快速 那我们有点跟不上这个脚步 所以呢 有些路过的一些自主品牌 我们就不跟大家多做介绍了 那这边呢 我们看到啊 这有一台这个Bluber Silphi 左边这边有一台Bluber Silphi 右边呢也有一台 这个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Silphi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Silphi 又好像是Ultima 应该是Silphi 那Silphi这个车子呢 在这边很值得一提哦 现在东风日产 像我们刚刚说的 东风日产在这边呢 那竞客啊 Kix卖不动 现在东风日产全靠Silphi这个车子 完全靠这台车子 那这台车子为什么卖那么好 三个字 不知道 包括东风日产在内呢 东风日产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的Silphi卖得这么好 那全靠这台车子在打天才 哦对不起 这台车好像不是Silphi 我们刚刚前面那台是旧的Silphi 这边叫轩椅 那新的这台呢 哦 新的这台是Tiena 这台Tiena好像是 这样子看起来应该是L34吧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这台是L33还是L34 其实L33之后的Tiena 就卖得不多了啦 那这一代 这一代到底叫Tiena 还是叫Ultima 在大陆啊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路上很罕见 天籁在这边已经卖得不行了 那这一台算是上一代 那看起来应该算是上一代 应该算是L33的后期啦 这个在路上其实很罕见 L33当时在中国大陆 其实也是有长轴的版本 叫做天籁公爵 但是卖得也不是很多啦 因为那个销量 就是大家对于这种SUV的需求呢 也逐渐的疲软 不不不不不不 大家对SUV的需求呢 逐渐的盘升 对这种轿车的需求呢 逐渐的疲软了 所以这个车子卖得不是很多 然后紧接着呢 这边是一台Audi的A4 这个应该是B8啦 B8还是B9 应该是B8啦 这个当然是大陆特有种的 A4L 这边的A6 A4 Q5 都是常轴版的 都是家常版的L 我们带各位来看一下 它后面的logo 这边写一切奥迪 有没有看到 A4L 然后呢这张车牌 可以跟各位讲一下 这张车牌呢 是经A后面5个号码 通常这种号码呢 就是很老很老的号码 就是当年这个北京 这种车牌就是92年式的车牌 那它就是当年 这个1992年开始发行的时候 它从金A00001开始发 等于它是金A第7026台车子 那全部发完之后 变成金AA0001 所以这张车牌呢 我们这样推估可能也隔20几年跑不掉 这个可能30年有了 这个一路这样过来 那大陆这边呢 它的这个车牌是可以跟人的 只要你持有一张车牌 大概三年的之后呢 你是可以连着你的车牌 去挂到下一台车的 这边是允许这样子的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车牌 号码把它过户 也是可以的 好那我们继续往前面的路口走 前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有一样是轩翼 这轩翼当时卖的很好 第一这个叫第一代轩翼 那后来台湾卖的这个N17 B17 就是第二代轩翼 然后现在是第三代轩翼 卖的很好 那这个 现在路上还是有相当的能见度 数量非常的多 好那我们这边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马自达6 马自达6 这个车子在这边很值得一提 尤其这边同时出现了 一代的马六 跟我们旁边看到的 这是二代的马六 二代马六是非常稀有的东西 因为卖的很差 当时呢 那个正好应该是北京奥运吧 那时候不是有个跳水的选手 叫菲尔普斯吗 当时二代的马六呢 就请菲尔普斯来代言 叫做瑞翼 然后呢 卖的奇惨无比 可是呢 同一时间 这个第一代马六 第一代马六呢 继续卖 卖的超好的 因为他很便宜 甚至到后面第三代的马六 叫做阿特茲 阿天扎 那他三代同堂 就是有一代马六 然后有瑞翼 然后有阿特茲 三台一起卖 然后呢 马六 你说阿那我 我干嘛要买一台这个 十几年前的车 便宜阿 这个马六 我记得最便宜的时候 卖到一台七万块人民币阿 你折台币三十万 你买不买 配备该有的也有阿 外形也是很帅嘛 因为我们强调 马六这个车就单靠一个颜值 就OK 没问题了 就卖得很好 第二代呢 反而没有像第一代的颜值 那么的高阿 那第三代当然 第三代我觉得颜值也不错 可是第三代是太贵阿 所以第三代在路上的能力度非常低阿 反而你到现在 现在还可以看到很多一代 那一代的马六呢 卖过四门的轿车也卖过先辈的版本 那也卖过五门的版本 可惜阿 五门的版本只有四速自排 如果五门的版本有手排的不得了 因为它的四门的版本 我记得有一批是六速手排 那批呢 在中国车市场非常非常的保值 这个人争欲知 反正像第二代的马六 第二代马六有没有手排 应该有啦 但是就这个市场接受度很有限 那紧接着呢 后面这边有一台林肯 这个林肯是Continental 这一代的林肯 这个时候应该是原装进口 那像现在它主要的轿车是所谓林肯Z 或是叫Zephyr 那那个车子是长安福特国产的 那这个时候的林肯Continental应该是原装进口 林肯这个品牌呢 进来中国大陆算是比较晚的 他大概是2014年2015年才进来 但是他蛮厉害的 他虽然晚进来 但他成功了 他在市场上的表现相当的抢眼 现在也算是豪华品牌一个 一个蛮强劲的一个品牌 就是说他成功了 这么晚到 可是他成功的打入了大陆的市场 这一点我觉得他相当的厉害 因为像凯伊拉克在这边 能见度是有啦 但是没有像前几年这么的 能见度这么的高 可是呢林肯他算是后来居上 那你说林肯他成功之道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他卖的蛮便宜的 像这个是原装进口 这个Continental可能卖个三四十万吧 人民币啊 但是呢像现在新的MKZ 大概就二十万上下而已 等于说他把它卖成福特了 那福特的价格去买林肯 你干嘛不买 内装啊设计质感什么的都相当的不错嘛 那所以这个车子在这边卖得像是不错 那你也不要笑到说 你只是卖便宜你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会讲很多豪华品牌都卖得很便宜 林肯至少这个品牌呢是被大家所接受的 所以在这边呢林肯的能力度蛮高 不过像这种Continental这种老的林肯呢 在这边这个数量算是比较少一些 然后呢我刚刚眼睛有瞄到 这附近有一台很稀有的东西 我们带各位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菲亚特在中国大陆呢 他是这个南京菲亚特 最早是南京菲亚特嘛 然后后来有所谓的广汽菲亚特 广汽菲克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一台广汽菲克的车子 这个叫做飞翔 VIAGIO飞翔 那他在北美呢是所谓的Dodge the Dart 当然在北美卖的不好 那这个各位可以看到后面写个广汽菲克 VIAGIO 所以在这边卖的很少 然后他有一个三箱的版本叫做制越 Otimo 那个我在路上基本上看过一次而已 那广汽菲克这个车子 大概是2014年左右吧 我记得不是这样 但2014年左右 然后卖到大概2019吧 2020左右吧 前几年广汽菲克整个都退出了 包括像Jeep 像是这个Cressler Cressler没有国产 Jeep跟菲亚特都退出了 所以这个车子现在在北京非常难得一见 这个真的是像那个大熊猫一样 非常非常的稀有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这个车子 我觉得算是运气不错 好的 那我们接着呢 来跟各位看一下 我们这个在路口之前呢 还有什么有趣的车子 可以跟各位聊一聊 OK 我们继续看 这新能源汽车 这是理想 这个理想什么型号 我不知道 但你看它的车牌是新能源车牌 那新能源车牌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像比方说北京来讲 金AA 这个号段 金AA 应该是金ABC 就是金AA 金AB 金AC 那个都属于电动车 那金AD 金AE 金AF 那属于插电混合的 那这个都是新能源汽车 但是政策不大 像 呃 我们现在平常是上班日 所以有所谓的号码 现行 就是尾号几号几号的不可以上路 但是 这种电动车呢 不受影响 可是 是插电混合的 就是金A D 金AE 金AF 这种车子是有受影响的 这个 各地的政策不大一样 就跟各位顺便讲一下 然后这边有看到Camry 凯美瑞 Camry在这一代呢 开始在中国大陆 国产 卖得非常好 超级宇宙无敌好的 这个 这个 这一代的Camry 能力度没那么高 但那个时候能力度非常非常高 对不对 你看 随随便便就看到两台了 反正是下一代 下一代因为竞争对手比较多了 就没有卖得那么的畅销 但是这一代卖得非常好 缺车 那个时候 基本上要等车等很久 然后呢 我们在过马路之前呢 我们影片拍到这边 差不多要跟各位做个结论了 做解了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前面有一台 路边有一台金Q的这一台车子 这台车子蛮有意思 这个是福特的金牛座 Torrus 这个是大陆特有种 它等于是Mondeo的加长版 Mondeo的L Mondeo的长轴版 那后来好像有一次小改款 那现在应该是没有在卖 现在反而是卖的是 Mondeo的这个电动的先备车 就是Mach 应该是福特的 不知道哪一款电动车 现在这种轿车在这边市场很小 那现在新的Mondeo好像也是大陆特有种 然后好像还有在卖 但是Torrus没有在卖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 在我们这个附近一大早 好我们在附近呢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这附近有什么有趣的车子 其实呢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 跟台湾的市场其实落差算是蛮大的 所以在这边路上呢真的有很多车子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那我们呢也是希望 未来呢还有更多的机会 跟大家这样子透过影片 来介绍更多有趣的车子 因为这边的故事真的很多 像我们刚刚其实一路上 我们也是挑重点讲 有很多车子 我们来不及跟各位好好的介绍 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 之后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好好的再拍个影片 再跟大家好好聊聊这边有趣的故事 因为真的中国大陆这边的车子市场 算是现在全世界最大单一的汽车市场 所以他的车子百花齐放 那我们在2024年这个当下 其实他已经处于了所谓的 合资品牌压过自主 自主品牌压过合资品牌这个阶段 合资品牌在这边的路上的能见度呢 其实各位可以发现大概五成而已 不像以前 以前的合资品牌的能见度呢 大概是这个七八成 自主品牌很少 现在完全电脑 尤其是新能源 尤其这些电动车 插电混合车子 你要看到合资品牌几率真的是不高 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他们自主品牌 会这么的强势 会这么的厉害呢 我觉得也有值得 跟大家来好好来研究一下 那到底制度品牌 端得出什么样的牛肉 好的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呈现的北京的道路的街拍 的这个实况 那么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透过这段影片 可以更加的深刻了解 北京这边的汽车的用车的 一个习惯用车的文化 我是Celsior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